我从18岁开始吸烟 后来随着工作繁忙 吸烟越来越多 吸烟多了以后 我自己感觉引起身体很多的不适 尤其是呼吸系统 气管 我也试图多次的戒烟或者是检验 但是经历一段时间以后都失败了 后来我用国产的尼古丁的贴剂 但经历一段时间都失败了 我在研究所实际上工作了12年多 在研究所都是一些创新的项目 所以凭借着我大学的药学专业的知识 还有我平时对电子学的爱好 那么我就有信心能设计出了一款 达到这样的一个使用目标的电子烟 那么从2022年下半年 我就开始陆续做这些相关实验 实验这个液体的物化 携带尼古丁 以及呢 这个在这种检疫桩这种吸入以后的感觉 那么通过这些实验 我就很有信心了 很有信心呢 就是创造一款这种实无前列的电子烟 所以说我当得到了尼古丁物化的吸入的这样的一个设想的时候 那当然是很兴奋的 因为我立刻意识到我能够制造出来这种电子烟 而且我获得了一个重大发明的机会 尤其呢 尤其呢 在全世界 众多的这么大数量的烟民 我知道 我这样做的社会意义 如果能为此 使呢 广大烟民 这个健康状况有所提升 那么 我觉得 我为社会 做了一个巨大的好事 感谢观看